沙雕总裁日记 清晨 总裁从600平米的床上醒来 她的大眼睛看着天花板 不经意露出了42块铺鸡 这时 门突然打开了 总裁骂了一句 Shit 进来的正是女主 绿罗子雪梦炎炎 她的头发会根据心情变换颜色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 赤的绿的烂的灰的 她问道 你叫什么女士啊 总裁说 楚天爸爸 你可以叫我的小名 爸 爸爸 多么卑微的女子 这是第一个这样对她说话的女人 楚天爸 四笑 非笑 沙雕总裁日记 总裁乘着直升机 从卧室来到餐厅 坐在了500平米的饭桌上 她四笑 非笑 地看着女二苏玛丽 女人说 你是楚天爸 总裁说 叫我的小名 爸 女人变得娇羞起来 眉毛皱成了可爱的蝴蝶结 楚天爸 却不用正眼看她 女人的脸被砌成了 圆形 正方形 等边直角 三角形 楚天爸 摸了摸42块铺鸡 无情地笑出了八颗虎牙 沙雕总裁日记 总裁站在800层的别墅上 一边看风景 一边露出了42块铺鸡 侍女突然打扮了她3000万的红酒 总裁 目瞪口呆 女人 大惊失色 总裁骂了一句 失去双臂的女人抱头痛哭 眼泪化作了钻石 总裁问 你为什么不说话 女人铿锵有力地答道 我是个哑巴 这震耳欲聋的回答 竟让楚天爸有些心动 她看着眼前这个薄如蝉蜜的女人 似笑 飞笑 沙雕总裁日记 总裁从500平米的浴缸爬出来 她板出一张扑克脸 看着王室集团的千金 一个掌握难半球经济命脉的女人 总裁眼里三分凉薄 三分绩效 还有四分漫不惊心 女人怒发冲冠 总裁说 听说你们王室想收购我 没错 女人从口袋掏出十亿现金 并放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屁 熏得楚天爸四角朝天 脸重重地摔在地上 女人说 不想被收购 去嫁给我 楚天爸四笑 悲笑地摸了摸四十二块腹肌 说道 刘管家 天涼了 该让王室破产 沙雕总裁日记 总裁以800米每秒的速度冲向医院 并床上躺着命悬一线的上官允儿 总裁锤打着四十二块腹肌 自责地说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女人听爸 害羞地脸红到了脚趾头 楚天爸对医生说 三秒钟把她治好 三 二 一 跟着我走跳 见女人有了反应 楚天爸露出了久违的四笑悲笑 女人醒来激动地叫出了楚天爸的小名 爸 楚天爸也激动地叫出了女人的小名 爸 爸 啊 沙雕总裁日记 总裁乘着提升机来到女人门前 他把下一根头发熟练地打开了门 望着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 女人的嘴角紧张地抖成了波浪行 女人说 你没什么招待的 喝完板能登吧 总裁四笑 飞笑 拿出了五千万的饭卡说 吃光它 女人的头发随着心情开始变化 白的白的红的红的 碎的绿的 蓝的灰的 楚天爸怦然心动 单膝下跪 磕了一个小头 说道 你这个魔人的 豆 酱 鸡 女人眼泪化作了彩虹 害羞地逃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